黑旗是正在反彈 短期的市况是否有机会做反弹 但怕不怕像昨天那样 大家不用说可能反弹就要不如先走 怎样看 反弹这些一定是逆势做的 你又吃一条吃 昨天我记得期指都大了三百点 如果肯吃的话 ATM也有两三百分 即是你连锋针和杠杆 其实是可以吃到的 你吃不吃 如果你不吃的话 可能有点回来 我想没办法的 始终局势都是这么差的时候 你要薄反弹一定是难的 第二点是你很理性地看 你上面有很多海埔的时候 你会弹得多高 上面都已经很可能在弹给你 所以我想你现在这些事薄反弹 就像我刚才所说 一定要在小小住 大大声 还有帮不了也要走 你身上我自己 昨天也有帮反弹 但是也帮不了 那就为了走 我又不会和他磨冷脊 这些事实上 当然我想两个操作方法 如果你说帮反弹 就是这样 有些朋友说不是的 我认为现在 不断买买草货 开始就觉得 可能到二万点了 那应该都去做货 我觉得没所谓的 这是自己的操作方式 而且你有多少弹药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如果你说我这一转 我也没有买过货的 有货币是新的 然后去买货 我觉得没货币 然后去买 就是不要给自己的心力力 最怕是什么 就是说 我楼上已经有很多 整个蟹货 还会继续买 然后中了学人拿楼底 我想这些是会很影响到你的申请 因为这些你再买下去 如果可能 假设明天局势有变化 明天再多 不用一千 再多五百 可能你已经震走了 到时你又浪费了你的弹药 所以 既然如果你是多很多蟹货的时候 就算是反弹 你的蟹货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 都蟹货 就不用心急去买货 反而是 轻疼的 不妨可以慢慢慢慢收集 自己短线 现在的部署会如何操作 是见弹就反手做反弹 还是有机会有些股份上货币 我其实自己现在都 持仓都很少 你拿着可能一些层面 可能我赢了很久的股票 或者自己盯着高息股 我自己现在都真的 不太敢怎么去买货 因为你看到的 线一定是弹散的 变成了你拼反弹的 你一定要眼眉手快 而且又是那样东西 你要用很大的心力 去拼反弹 那些小小的反弹 那我先读一下 先读一下 请订阅一下 您可以 行